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经文是《理性理记》第九章 经文比较长 有38节 今天的题目是从未忘记 从未忘记是谁没忘记 从未忘记 是神没忘记我们呢 还是我们没有忘记神的话 就在这个我们经文里面提到的 今天经文因为有38节 所以我们都分段读一下 就不一次读了 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分段读一下 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经文第八章 还有第七章的内容 因为这个尼西米很重要的一个事迹 就是他在波斯的这个国家里面 把耶路撒冷这个城的城墙建了起来 就是当时是为了要把犹太人从很多的外方人里面分别出来 分别出来这样一个所做出的一个决斗 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墙建了起来 那城墙建起来以后就是在第六章的一个内容 第七章就开始 建起来以后谁在里面居住呢 然后在第七章就提到 尼西米他们这些祭司和一些先知一起 就甄别在城里面住的人的身份 比如按照他们的族群 按照他们的这个家族甄别身份 在第七章的六十一节的时候呢 有几个非以色列人的家族就被甄别出来了 怎么处理的 圣经没有说 是不是他们可以住在城里面 或者怎么样安置 没有说 还有在六四节说到有三个家族呢 在祭司方面是有问题的 他们不能在城里面担任祭司的职务 所以这个很严格的 当时城墙建起来以后 不是就结束了 什么人都会住在里面 然后后面所有事情 会有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对于犹太人来讲 他们的生活 会被完全的翻转改变了 所以紧接着第八章的时候 就在以色拉 还有尼西米这两个先知的带领下 就开始学习神的律法 这个神的律法就是跟今天的这个主题有点像 从未忘记 这是又提醒了这些犹太人 我们的身份到底是怎么样的身份 我们是属谁的 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 从这个律法里边提醒这些犹太人 大约学习了有多少时间 一周 差不多七天 以色拉和尼西米就是 逐条解释这些 我们看到摩西五经里面 所有的这些有关律法的知识和内容 逐条解释 在经文里面说 第八章说 民众们明白了教训他们的话 最后效果还不错 就是虽然这几天过去以后 这些民众都明白了 尼西米和以色拉教训 摩西五经里面的律法 那城墙呢 是一个 这个 这个 有三领城的一个硬件 我们现在 现在画家 那我们的律法 就是在这个 城墙里面 维持秩序 日常运作的一个软件 一个软件 最重要的是这个软件 城墙就是一个表征性的 但是这个里面的律法 是极其重要的 那这个城市有效的 有秩序的运作呢 靠的就是从神来的律法 否则 城墙也没有任何意义 就在里面 怎么样生活 是完全没有依据的 那让这个城市 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城 有秩序呢 也不是尼西米 就是背后上帝的最终意思 很多当时很多的 大的城市 比耶路撒冷 还要有秩序 还要繁荣 就像现在的一些 国际打争的城市一样 商业性的城市 更有秩序 但是这个秩序 跟上帝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这个律法的来源也很重要 就是说 尊心这个律法 是为了谁的荣耀 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为了人的荣耀 是为了某一个 国家的荣耀 还是为了神的荣耀 那见证这座城是上帝的城 见证真神与他的百姓 共同住在这个城里面 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呢 这是耶路撒冷城 建城墙 还有这个耶路撒冷城 存在的真正意义 这在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的 个人生活 和教会生活的意义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在今天很多的社会的团体呢 也有很好的人际关系 也有很好的成长空间 但是跟神没有关系 这跟我们教会也不一样 所以跟神的荣耀没有关系的事情 就跟我们是两回事情 跟神的荣耀没有关系 就是两回事情 所以我们来到今天的经文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尼西米基一直在提醒我们 我们如何走出这个 困扰我们的一个世界 世俗的世界 让我们能够分别出来为圣 按照怎样的秩序去生活 怎么样与你同行 不停地在尼西米基里面 用文字来提醒我们 愿主你今天的灵与我们同在 你的圣明与我们同在 光照我们 所以我们在这个 你的话语之中发现自己的 之前的过犯 愿我们将这个过犯 带到我们面前 求你的赦免圆灵 愿主你永远同在 祷告奉主 基督耶稣的名 Amen 我们先读一下今天经文的 九章 尼西米基九章一到 第四节 尼西米基九章一到第四节 我来读哈 尼西米基九章一到第四节 这月二十四日 以色列人聚集禁食 身穿蚂蚁 投蒙灰尘 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 离觉 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 那日的四分之一 站在自己的地方 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 又四分之一 认罪 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 耶稣亚 巴尼 贾灭 施巴尼 布尼 施利比 巴尼 基尼 基拿尼 站在列位人的台上 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 这是一个在祝鹏节之后 之前是前面两章提到 七天 这个月的七天他们开始学习律法 由尼西米和以色列来详细讲解 详细讲解的地方 之后七天过了以后又有一个祝宏节 祝宏节之后就是到现在今天 就是这样 24月 他们所有的犹太能够听得懂 神律法话语的犹太聚集在一起 干什么呢 禁食 全麻衣 投蒙 灰尘 这是 一种比较卑微的状态 比较卑微的姿态 他们大约是 用了 这个当日啊 他用四分之一的时间 一天有24小时啊 四分之一 用六个小时再听了一遍律法书 之后呢 又用六个小时参照 这些律法 向神认罪 差不多讲了一遍 因为他们之前是 解释了很长时间律法书 他们知道这些律法在讲什么 那今天 从头到尾又讲了一遍 然后他们按这个律法 另外六个小时向神来认罪 然后呢 由祭司开始向神哀求 大声哀求也化他们的事 为什么哀求呢 哀求什么呢 我们可能会 从中 知道一些 通过了解这个 犹太人 对律法的态度 了解一下 我们在八章 第九节的时候啊 八章第九节的时候 当以色拉解释律法书 就是前一章 详细解释律法书 那种 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 就都哭了 他们非常忧愁 然后他们为什么哭了呢 这是他们 犹太人对这个律法的一个态度 那哭去与忧愁的原因呢 我想 都会单单是因为他们 因为违背律法而内疚 这样一个原因 不是这么简单一个 或者说 我因为被被 那个律法 我现在心里边好内疚啊 我就哭了 不是这么简单 可能更多的包含了什么呢 律法所提到的 触犯律法所代表的 所提到的后果 与惩戒 带来的这种威胁 这是非常严格的 在如果我们读 这个国序五经里面的 这些律法 你触犯哪一条后面所带来的 或者被打死 或者被刑罚 或者被罚款 这很多很多的条例 如果说 这之前他们累积下来的 很多的这个 触犯的这些 这个犯罪的行为的话 恐怕 可能他们会倾家荡产啊 所以今天的祭司们 在台上对神的哀求呢 其实是一个 求怜悯 得赦免的一个转折点 因为按照律法 恐怕大多数人的 大多数的犹太人 会按照律法的 会得到很大的承接 与损失 所以这么多人呢 今天聚集到在这里 披麻蒙徽 一起进食 是可以理解的 今天来我们来到一起 来到神面前 要把以前这个问题解决掉 所欠的债 所冒犯的这些行为 都要一起解决掉 所以今天他们这个状态 是极其卑微的 因为之前 先知们已经解释的很清楚 他们为什么犯了律法 这条律法违反是什么意思 他们不可能不明白 好 再往下两节 第五节到第六节 历位人 耶稣亚 假灭 巴尼 哈沙尼 施利比 克利亚 施巴尼 比他西亚 说 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华你们的神 永世无忌 耶华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 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 你唯独你是耶华 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 并天上的万象 地和地上的万物 海和海中所有的 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 天均也都敬拜 这是当时 在波斯 因为波斯这个国家里面 盛行的 我们之前分享过 盛行的宗教是非常多元的 非常多元的 有的很多的偶像之间 他们还有婚姻关系 还有他们的父子的关系 父女关系 他们通过这种手段 达到人和人 人和人团体的联合 当时呢 但是 在尼西米时代的波斯帝国 比较盛行的 一个比较大宗教 叫奥教 就是免奥教 他在唐朝主义 传到中国 这个奥教呢 我们不多做了解 它是一个二元神的一个宗教 什么意思就是 他一个神是善良的 正义的 另外一个神是邪恶的 虚假的 他是这样一个二元神 所以人处在这些 他不是说这个世界是在一个神的掌权之下 他分成二元的 所以你要做出一个选择嘛 在这二元的观念呢 会导致当时的人呢 会有这样一个自修苦修的行动 或者他选择放纵情欲的这样一个行动 所以这是在波斯帝国比较突出的人的生活方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之前的犹太人也是在这种宗教的影响下 现在要遵循一个律法 要按照这个律法认罪 是要找到这个律法的源头的 这个源头是什么呢 这就是今天刚才我们读的 祭司们来提醒民众啊 我们崇拜的对象 我们认罪回改的这个对象是什么 那荣耀出自哪里 荣耀出自哪里 这是祭司提醒的 这犹太人所信奉的这个 当时所提到的这个一神啊 跟当时外邦人环境里边的这个 信仰环境是差别是巨大的 那一神创造 要同管 生命与万有 这个生命和万有 是一神创造的 他也同管 他也护理 并且只有这一位神 是正义和圣经 他是荣耀的本体 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别的荣耀 只有他是荣耀 荣耀是出自于他的 那圣经里边说 有些君王的权利也是上帝授予的 也是神授予的 我们判断那个君王好与不好 不重要 但是那个君王权利是上帝授予的 所以权利都从哪里出来 都从神那里出来 所以唯一的荣耀只有神 那罪恶的产生是怎么样呢 罪恶的产生就是你离开了这个神的后果 就是所有的公义圣洁都是那个神 只要离开了他就是罪 那所以罪并不是一个实体 但他对于我们 这些从神而来的人呢 是有很大的危害 是有严重的危害 那离开神就是罪 没有回到神那里的呢 才能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原则 所以在这个 今天这个五六节经文里面 就提到了祭祀要提醒 这些犹太人 我们崇拜的对象 跟那些外邦人 你之前所崇拜过的 完全不一样 可能他们其中有很多人还记得 耶和华是他们唯一的神 但是在这个 最恶的世界里面 很多的宗教 也是说他们有唯一的神 然后又与其他的宗教 又有联合 所以会冲淡他们对耶和华神的这样一个记忆 可能是 所以这些祭祀再重新提醒 我们所崇拜的对象只有这一位 好我们再继续往下 那既然这一位神 是创造了天地万物 天地万物 那与我们这些犹太人 又有什么关系 又有什么关系 因为这位神啊 对当时很多犹太人 多数犹太人都是陌生的 关系是怎么样呢 我们可不可以帮我读一下 第九章第七到 第七节到第八节 就读这两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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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通过亚伯兰这个人 把犹太人这个民族跟神连接了起来 要不然的话 神和犹太人没有任何关系 唯一的关系的连接点是谁呢 就是亚伯兰这个人 在圣经历史上有很多很重要的人物 与神有重大关系的人物 其中之一就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为什么重要呢 对犹太人讲 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祖先 犹太人唯一的一个祖先就是亚伯拉罕 在今天来讲 他也是我们所有相信神的人的一个代表 我们称他为信神之人的父 就是所有人 我们先不了解今天这个相信 就是说 犹太人唯一的祖宗就是亚伯拉罕 所以亚伯拉罕当时跟神发生了一个关系 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了 神要爱亚伯拉罕到底 要让你的后裔遍布在这个赐你的土地上 这个应许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这就是当初的一个约 所以 祭司们把这件事情连接到了这个犹太人的身上 犹太人都知道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 但是可能不太记得 曾经与他的祖宗立约的位神 所以犹太人今天通过这个祖宗知道了 原来有这样一位神跟他立约 好 这句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 什么词啊 诚实 就是诚实 怎么说呢 就神见亚伯拉罕在他面前 诚实就与他立约 诚实是我们与神交往的一个基本素质 诚实是人与神交往的一个基本素质 一个不诚实的人呢 一个善于欺骗自己和他人的人 是没有办法与神建立关系的 没有办法建立关系 那你会说 那一个不诚实的人 就不会得到神的救恩吗 不是这样的啊 不是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呢 一个不诚实的人 我们在与神建立关系之前 一定会被神预备为一个诚实 预备为神预备为一个诚实 那预备的过程里面呢 会经历很多的不诚实 这个不诚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危机 也会 神也会借着我们这些不诚实 看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会借着我们不诚实把我们留着过 上帝会这样去做 那诚实的人在我们心目中 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我们想一想 在你心目之中 一个诚实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心里面都有答案 一个诚实的人 都会有一个想法 诚实当然我们会说 这个人是一个很好的品格在他身上的诚实 但他更是一种生命状态 诚实是一种生命状态 更深一点讲 诚实人他是一个了解真实自己的人 一个真实自己的人 他了解自己 会在哪里跌倒 他在哪里黑暗 他也自己了解自己 哪些事情不会影响自己 这是一个诚实人 他会预备好那些自己生命深处的 他会预备好 他会预备好面对那些自己生命深处的那个黑暗的时刻 因为诚实的人也不尽可能会透彻的了解自己 只有神了解我们每一个人 但是诚实人会做好一个准备 但是诚实人会做好一个准备 什么准备呢 就在某一个时刻 他的黑暗被显露出来的时候 他会如何去面对 这是一个诚实人 同样诚实人也会 对像对待自己一样 对待他人 也会去对待神 因为这一切呢 神是都知道 上帝会在我们成长之中 会先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诚实人 诚实人不关乎自己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 就是我们所平常日常界定的 诚实人不是界定自己是一个好人坏人 也不是说自己是一个聪明人或迟钝的人 也不关乎自己是不是一个善于怀疑的人 还是一个容易相信的人 诚实跟这些都没有关系 因为不诚实地做一个好人很危险 不诚实地做一个好人很危险 不诚实地做一个聪明人更危险 不诚实地去相信某些事情 那在世界里面就是大的一系 这都是跟诚实有关的同学问题 不诚实地去处理这些事情 就是建立在沙土之上 是没有根基的 并且我们把这个上面的东西建的越大 最后倒塌的越大 只有诚实的时候呢 才能面对真实的自己 和真实的上帝 因为上帝是唯一真实 至于人们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 人的所谓的 优点和缺点 跟我们的诚实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跟我们的诚实没有太大关系 所以这个 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 比较这个 重要一个词语是 一个词是诚实 这是我们要与神 建立关系的 一个基本素质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 这个诚实的亚伯拉罕 与神建立起了关系了 从此这个关系就 摆脱不了了 就断不了了 后面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继续往下就是 犹太人出埃及的这样一个历史 亚伯拉罕生了很多的 亚伯拉罕生了孩子 比萨又生了亚哥 亚哥又生了十二个支派 后来在那边活得也挺不错 后来有一次激荒 他们就迁到了埃及 去了埃及之后呢 埃及的王 起了以后 看台外邦人 挺好用 就欺负他们 就变成奴隶 到当然之中 当然这些以色列人 在其中有很大的问题 但是在这个 变成奴隶这个阶段 好几百年 然后这些 犹太人 以色列人实在受不了了 就想起 他们的神 就会出神 然后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读下面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第九章第九节 稍微长一点 到十七节先 读到十七节 好 你曾看见 我们列主在埃及所受了的困难 随听他们在王凯迭的埃及 就实行神迹其事 在祂儿和在祂恩学院的成功 并承受了重灵身上 你也和弟生们正如今日一样 因为你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狂奥 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 麻烦分开 使他们在海中 行动安定 这样去拿他们的人 抛在深海 如石头抛在大水中 并且白昼又给祖祖提到他们 可以也用佛祖照亮他们的旺行的路 你也将一直在西山山 从天上他们的说话 使用他们正经测的经测 真实的领导 美好的庄宇 借你 用此他们知道你们的安息圣语 并借你无人摩执起他们 借你照你预备 从天上赐下粮食 充他们的记忆 从韩石石血流出 解他们的口 若分付他们的禁血 得你其事应许 赐给他们的定义 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妄 应得静下 不听从你的见语 不肯顺从 也不信念 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其事 竟应得静下 居心魅力 自立属领 要为他们的围奴之地 在围奴之地 在围奴之地 有了灵 有灵 不清一发 有风生 十二世 并不忧气 好 我们暂时先到达 这段故事你们可以看到 有个开始 就刚刚我们说 以色列人在哀求的时候 就开始哀求这个词 这是这段时间开始了 好 上帝怎么样 怎么回应了 神迹奇事先给他们 然后呢 比如说 大海分开 引他们过了红海 然后呢 再有 白昼用云柱 黑夜用火柱 引导他们往前 然后他亲自 降在西奈山上 赐给他们 律法 然后还设立 安息日 又借着摩西传给他们 见面条例 然后还怎么样 赐下粮食 磐石流出水 又吩咐他们 要把那个地给他们 这整个一个过程 这是 开始的时候就是哀求 我们人只能做一件事情 什么呢 哀求 哀求完以后 后面是所有的 哀哀哀哀哀哀 这几件事都是神做的 做到现在 做到现在 结果呢 到十七节的时候 怎么样 有一个词 这些安息完了以后 上帝做了这么多事情 他们怎么样 要回他们为奴之地 要转回去 做这么多事情 要转回去 哇 这个事情简直太奇怪了 这就结束了 对人来讲 神让我们受不了了 我们受不了了 我在这太苦了 他们 居然让我们 去累 累成墙 不给我们材料 还要让我们自己搞材料 太苦了 一天还要工作 二十个小时 孩子没有吃的 好 上帝听到了吗 听到了以后 用了这些神迹奇事 把他们领出来 把红牌分开 又有云柱又有火柱 又给他们 在洗脸上 亲自显现 给他们律法 给他们秩序 让他们有安息的时间 又给他们粮食 又赐给他们水 还有告诉他们 前面那块地 要赐给你们去居住 连房子都给他们弄好了 怎么样 最后回应 结束的时候 什么呀 我们回去 我们要回去 就回到那个 为奴之地 很好笑 对不对 很好笑啊 最后上帝怎么回应啊 但是你是乐意饶恕人 有恩典 有怜悦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自在的心 并不丢弃他们 这个让我想起来 就是一个小孩子 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 就是这种状态 他学会走路 完全是 你的腰很累啊 对不对 小孩子学走路的时候 你的腰最累 所以你很累 他不觉得怎么样 到最后 走了以后 他还觉得很不满 这就是我们属灵的状况 我们一个基督徒属灵的话 就是这样 我们并没有做什么东西 我们只会一开始哀求 神做完所有事情怎么样 我们说 算了吧 我们回去吧 但神怎么样 乐意饶恕有恩典 这就是刚才我们歌里边唱的 他像父亲一样爱我们 他像父亲一样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 第九章十八节 到二十五节 我给你录一下 我给你录一下 然后呢 不能回去了 这是我跟你们祖宗立了约了 神说 你也已经出来了 你回不去了 怎么样 把他们带到这个旷野里面 他们虽然 虽然 铸了一只牛犊 彼此说 这是灵里 出埃及的神 因而大大惹动 我们的东西 祝牛犊 这完全是跟外邦人学的 这带的当初 还没有从这个埃及脱离出来 所有的习惯做出来 可能以前他们 一旦有什么 很happy的事情 很高兴的事情 我得到什么呢 要向上天 所谓我们今天说 要向我们的神 做一个回应的话 像我们今天说 要还愿 做一个这个东西 其实不知道 向谁还愿 不知道 对敬拜的对象是谁 就做了一个牛犊 惹动神的怒气 惹动神的怒气 但是你还是大失怜悯 你看 这是做了一个牛犊 这是开始 结束的时候 惹动神怒气 你还是大失怜悯 在旷野 不丢弃他们 惹动怒气了 就可以丢在那里 自生自灭了 白昼 云处不离开他们 人引导他们行路 黑夜 火处也不离开 人照亮他们当行路 又怎么样 赐下良善的灵 教训他们 赐下玛拿 使他们护口 并赐水解他们的壳 还是这样 还是给他们 在旷野四十年 你养育他们 他们就一无所缺 衣服都没穿过 脚也没有走 这个 护理得很好 非常体贴 并且 你将列国之地 照粪 赐给他们 他们就得了西红之地 西士本王之地 和巴山王 鄂之地 这个地是 以色列人征战来的 是不是 不是啊 这个经文说的是 赐给他们 分赐给他们 是分赐给他们 你也是他们的子孙 多如天上的心 带他们 带他们到你所应许 他们列祖 进入得为业之地 就是 子孙也多了 这样 他们进去得了那地 你在他们面前 制服那地的居民 谁制服那地居民 神制服了 就是迦南人 将迦南人和其君王 并那地的居民 都交在他们手上 让他们任意而待 是谁把那些 本地居民交在 以色列人手上是神 并不是他们自己 有多么强的势力啊 这些以色列人 得了坚固的诚意 肥美的地图 充满各样美屋的房屋 凿城的水井 葡萄园 橄榄树 好美啊这个地方 并许多果木树 他们就吃而得饱 身体肥胖 因你的大恩 心中快乐 这里并不是说 因你的 他们感觉到你的恩典 心中快乐 他说 因你的大恩 得到这东西 心中快乐 是这样一个意思 所以这个 第二次的 开始是 做了一个牛犊 说所谓的 我们要 向所谓的神 要去感谢 结果方释错了 对不对 引起神的怒气了 方释错了 会引起神的怒气 所以上帝怎么样 也并没有惩罚他们 还是像以前一样 爱将来啊 并且赐给他们的子孙 然后上帝为他们 制服 要去那地的那些人 把他们这些人的 子民交在了 这个以色列人的手上 谁做的就是 全是神做的 全是神做的 人最后 结束什么的 心中快乐 身体飞胖 心中快乐 到最后就是 这样一个结局 这是最后一个结局 然后就会 这就是以色列人 你看在 揣急的时候 经历神的 这样一个过程 有的人说 很喜欢经历神啊 有的人说啊 他非常喜欢经历神 我觉得他非常有勇气 非常有勇气 他忘记了自己 一个罪人的本乡 以色列人 我们中国人 并不比以色列人 强到哪路 并不比上帝 亲自在和列山降下 向以色列人显现 我们中国人 没有见过神的面 没有见过神的面 我们应该承认 我并不比以色列人的心智 能强到什么地方 你说要经历神 我们顶多啊 能做到以色列人这样 什么是吧 一开始爱求 给了很多很多 最后我们还是回去 我们也是这样 第二点 我们就开始 按照自己的意思 要向神切 感谢 这样会引起他的 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 去向他感谢了 会引起他的怒气 但他还是给我们 给我们 最后他为我们征战 我们得到了这些 美好的东西的时候 怎么样 心中快乐 身体平衡 这就是我们人的结局 我们人的本相就是这样 旷野的四十年 旷野四十年 我告诉你 什么叫经历神 旷野四十年 一年三百六十 三百六十五天 你算多少天 你每天要坐在土地上 吃一种食物 吃一种面 别的没有 还是坐在现在 你自己的传说上 好一点呢 另外 是每天看火柱云柱 好漂亮啊 火柱云柱 西洋好漂亮 每天看 看四十年 还是现在回家看看 权力的流血 比较好一点 什么样的信念啊 能够支撑这个 以色列人 在旷野里面四十年 这是个信念支撑 什么样的信念 能够他们支撑 四十年 看到自己的父母死在异乡 是什么信念能够支撑呢 是想想以后 得了坚固的诚意 肥美的土地 各样美物的房屋 凿层的水井 葡萄园 橄榄树 并许多果木树吗 能看到这个景象支撑吗 是不是能看到这个景象 我们使心处理在那个方眼 你想想有没有这种景象 第二 还是呢 神与我们同在 因为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就撑四十年 在圣经上有没有看到 抱怨 抱怨 还是抱怨 圣里边说的四十年 是抱怨抱怨 没有提到说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哪一个都不是 哪一个都是 是什么 使他们能在 框里边撑了四十年 是神帮着我 苦撑了四十年 是神帮助这些人 苦撑了四十年 一切的 撑过这四十年 一切的收获都是什么 副产品 都是副产品 一切所有人的一切都是被动 一切都是被动 这叫什么东西 神的恩典 这叫神的恩典 我们人没有做任何一件事 我们做的是什么 一开始 哀求 我好苦啊 我现在哀求 后来的什么呢 哎呀 还是想想还是回去吧 这是我们人做的 第二个是 哎呀 我们终于现在好一些了 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思 开始搞一种感谢理念 到最后怎么样 最后终于得到这些好东西 我们就开始 身体肥胖 吃喝快乐 这就是人的本相啊 这并不是我说的 这圣经说的啊 人的本相就是这样 那我们苦撑了四十年 形成了这本历史书 这些犹太人 苦撑了四十年 形成这本历史书 当这一代啊 讲给他们下一代 听着说 下一代完全没有感觉 完全是没有感觉的 只有这一代人才有经历 下一代人说 我们在矿业里边四年好苦 有多苦啊 我知道在座有很多的 非兵党兴事业的人 你讲给下一代听 他们你有多苦啊 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都是这种感觉 他对上一代所经历 没有任何感觉 那只是一个故事 我们今天看圣经 这是一个红篇巨著 红才分开了 拍成电影把它 好感动啊 你真的是以色列人 你敢走那个红篇 后面有追兵 已经在后面了 前面就是一片海 几百万人在沙滩上 那个时候 还说 神器都没有自杀 就算不错了 后面已经追兵了 所以前面那个红篇 分开的时候 就顾不得害怕了 赶紧跑 赶紧跑 所以说呢 这本书是人写的 人写的 写给人看的 写给人看 当时人做了什么呢 无非就是 求死 回埃及去 抱怨 还有在旷野里边 吃喝拉撒了四十年 这就是人做的 本相 人的本相 这里面唯一可取的一件事情 就是无力的求告 因为那个求告 并不是就带有能力 知道吗 真正有能力 是上帝垂听的这个求告 神来做这些事情 那才是能力 这是人的一个本相 刚刚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像一个刚刚会走路的孩子 不是靠着父神的拉扯 一步一步走过来 是走不到终点的 走不到终点的 我们今天的这个 基督徒的生命成长也是类似 一切全都闪脸 你只有我抱怨的时候 是我们人本相出现 你只有我懒惰的时候 是人本相出现 你只有我们要回去的时候 是人本相出现 只有我们每天 吃点喝点 是我们人的本相 在其他的 你说你爱神 你说你爱人 没有 那是神在拉着的功能往前 这些历史故事也在提醒我们人的本相 还有神的红酒忍耐的爱 神的红酒忍耐的爱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这是两个故事啊 犹太人出了埃及以后 第一次建立起自己国家 好了 这是神帮他们建立起国家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他们一对一路服侍他们过来的神 又做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从第九章 二十五到二十七 你们帮我读一下 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 他们把他们的歌颜 全部的成绩 全面的礼 他们要念美国的宝贝 造成乐趣 多远 和来人 便去多国魔术 他们的旧十二个化 身体会抗 因你的大恩 心中快乐 当然 他们的圣神所 其未来 将你的立法 留在背后 大海大圈 他们 飞向你的后宪之 大大 云动 你的口气 所以 将来帮他们 交代敌人的手中 磨断他们 他们 遭乱的时候 埃及路 就从天上随心 造成的大圆灵 是为他们的救者 救他们 脱离敌人的手 好 谢谢 好 先到这儿 好 得了成了 生活比较好了 然而 又一个开始开始了 什么 将你的立法 丢在背后 这又开始了 杀害 众先知 惹动神 入戏 所以 中间 神来了什么 晚叫 一个小孩子学会走路了以后 神开始 晚叫 就是 把他们交代敌人手里 就我们的 有时候 我们世界里边 有些鸡汤类的文章 是说 你在公司里边 应该感谢你的 那个 公司里边 那个政治斗争的 那个敌人 对不对 他是训练力的那位 你的上司对你 越严厉 你越发的 要感谢他 因为他会把你塑造成 一个 无奸不摧 无所不能的 一个勇士 就是说 上帝开始管教 这个 他的这个 儿女 就是交代敌人手里面 交代敌人手里面 磨难他们 他们遭难的时候又怎么样 哀求 这又来了一个转折点 开始的时候就被法扔掉 上帝开始管教他们 他们就又开始哀求 上帝最后 怎么给他们结束呢 赐给他们 拯救者 救他们脱离敌人手 这又是一个过程 又是一个过程 第三次了 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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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次 第二十八学说 但他们得平安之后 又在你面前行恶 所以你丢起他们在仇敌手中 使仇敌侠起他们 然而他们转回 哀求你 你仍从天上垂听 屡次照你的灵灵 这是第四个 又这样一个循环 他们又行恶 上帝又把他们 放到仇敌手里 他们又开始 寄起上帝 转回了 又 上帝又照他的灵灵 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 我们基督徒生命也是这样的 你不要以为我们跟这个意思 以色列人不一样 都是这样的 一开始得了好处以后 就忘了神 然后神会有苦难 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就开始又想起他 哀求他 他就有 赐给我们能力度过这个苦难 这样又是一次 这第四次 第五次又什么呢 二十九节又警戒他们 要使他们恢复你的律法 他们却行事旁傲 不听从你的诫命 干犯你的恩典 简章 扭转尖头 硬的镜像 不肯听从 但你多年宽容他们 又用你的灵 借众先知 劝解他们 他们仍不听从 所以你将他们交在 列国之民手中 然而你大发怜悯 不全然灭绝他们 也不丢弃他们 因为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这是第五次了 第五次里边 实际上里边有 有恩多次 不是说就这么几次 第五次里边有 他们重复几次 犯罪 然后交到仇敌手里边 上帝把他们救出来 可能又犯罪 然后来回的这张宣估 第六次 第六个记录 第六个记录是 九章三十二节开始 我们的神 你是智大 智能 智可畏 首约是慈爱的神 我们的君王首领 祭司先知列祖 和你的众民 从亚述列王的时候 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 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 叫第六次 第六次 亚述列王 屡次教训这些 因为 实际上这些以色列人 犹太人 他如果遵循神的律法 你即使说 即使啊 退一步讲 你不是因为 荣耀神遵循律法 你的国家也会变得强盛 就是因为你有秩序 有秩序 有秩序 你的国家也会变得积序 不容易被外邦所侵略 但是 积序 扔掉这些律法之后 他的国家就开始变得 混乱散漫 所以就失去了能力 所以 这些国家就很容易被 周边国家 通病和侵略 这就是很多次被 亚树列王 教训的例子 都被上帝又 因着他的慈爱 又拯救出来 那 再下面啊 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 你确实公义 因你所行之承识 我们所做的是邪恶 这尼西米也已经说出了 人的本相 就是邪恶了 第七四 我们的君王 首领 祭司列祖 都不遵守你的律法 不听从你的戒命 和你警戒他们的话 他们在本国里 占你大恩的时候 在你所赐给 他们这广大 匡美之地上 不侍奉你 也不转离他们的律法 就至今呢 也还是这样 一直到现在 中间又发生了很多次 有君王 有首领 有祭司 有列 都是在做这样的 每次都在做这样的 一个循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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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都是一个 这样的孩子的父亲 你会不会觉得 很失望 很伤心 如果我们 所以 圣语尔的爱 是很久一代 很久一代 很久一代 犹太人 建国后 没几年呢 就开始与 败坏着这个世界 同流和武 不仅默使神的律法 并且还将神所拆遣的先知灭口 免得听到他们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不愿听 其中据几个例子 耶和耶大的儿子 撒加利亚 就是被 这个 以色列国的 强大的背景之下 外邦小众多 他失去秩序 就没有能力 几次被侵略 若不是神的怜悯 此下有能力的拯救者 这个犹太民族 早就从地球上滑掉了 没有这个东西 以上经文 其实也借这个 让周边的诸世界看到 神的能力 见证神能力 以上经文的描写 第一个 不仅提醒我们基督徒 在获得平安与喜乐 乃至财富之后 要警醒对律法的态度 一定要警醒律法的态度 因为这是一个 神的家里边的秩序 第二个 这是一个提醒 我们对律法的态度 更深地说明 我们人类的一个本相 即使我们是上帝的选民 在悖逆神的事情上 是天性使然 就是我们自然而然 就会转向悖逆神的方向 若不是神的 不离不弃 实施管教 通过这些苦难提醒 我们很难转离恶行 不饿到一个什么程度 杀害圣灵差遣的先知 杀害道成肉身 实施救恩的神 什么都敢干的 饿到这个程度 所以 尼西米在三三节说 在这一切临到我们的世上 神是公义的 因你所行的是诚实的 神并没有遮盖掩盖 或说什么欺骗人的话 神说了 我就是要把你们带到应许之地 我就是要把你们带到永生里面 你们 背逆我 我就是要管教你们 神就这样诚实 我们所做的是邪恶 这个邪恶是什么呢 我非得离开你 我一定得离开你 这就是邪恶了 所以这是尼西米 可以告诉人类的一个本相 若不是上帝怜悯宽容 和他永恒的爱的 按照上帝的公义 邪恶的我们早已经不复权 所以在苦难中啊 犹太人还想起一位 他们还有一位父亲 犹太人在苦难之中 还想起一位父亲 就姑姑哀求 没有这些他们自作念 而得来的苦难啊 他们却早已忘记他们这个父亲 但在上帝那边 上帝一秒钟都没有忘记这些人 他从来没有忘记他的预约 他跟亚伯拉罕的预约 我要使你们这个图成为大的 让把你们带到应许的地方 上帝诗诗的看顾他 在诗诗记里面说 耶和华因 以色列人受的苦难 就书中担忧 每一个以色列犹太人受的 上帝都在担忧 我们也是 这苦难谁造成的 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但我们在受这苦难的时候 上帝就在担忧 他巴不得 我们立刻回转 他就把我们救起来 这就是我们了解的一个 深爱孩子的父亲的状态 就是这样 最后提一点 在犹太人的历史上 有一个四百年 圣经是没有任何记录 就在新旧约中间 有四百年是没有任何记录的 神学称之为 上帝对犹太人的一个静默期 静默期 我想呢 第一是 为什么会有静默期 这个犹太人要被修理的 这个时间要足够 所以 上帝看千年如一日 这个四百年也就不到半天 我们每次 所以我们在磨难里边 在磨难里边说 只是几天嘛 在上帝里面就是 眼中只是一眨眼的东西 就是一眨眼的 另外一个 这四百年上帝要是要满足 基督降临的一个征兆 就像主角登场之前的一个静默 我们这个看 去戏院看戏的话 前面的跑路套的都跑完了以后 会有一个静默期 有一个静默时间 这是引人注目的一个时期 上帝在这四百年里边 一分钟都没有闲着 一秒钟都没有闲着 因为上帝诚实地说 他要爱我们到永远 他就坚守这个约定 即使他的孩子 糊涂 冒犯 远离他 他还是等待 管教 引导这些孩子 回到他身边 他也从来没有遗忘过 每一个他的孩子 只是基于我们不同的特质 他的管教与引导 是方式不太一样 好 在三十节开始 但你多年宽容他们 又用你的灵 借众心去劝诫他们 他们仍不听从 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 多年 上帝宽容北部王国 达到了 宽容他们达到两个世纪 二百年 在这期间有二十多个 就在列王记上记录的 我看列王记是触目惊心 为什么这个 这么烂的一个王朝 上帝会把它写在圣经上 是什么意思 就是上帝要表明 我才忍耐你们 在这期间有二十多个不敬天的国王 这期间有一个秘密给民众的提醒 他们任意挟制我们的身体 伸出我们遭了打烂 这是犹太人在向上帝的诉苦 我们在你所赐福的地方 结果做了奴虎 他们 因为这个 现在他们 从上帝的律法里边得到了光照 晓得自己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不能再让自己受到更大的损害 所以求神来扭转这种光景 这其实又是像 之前我们分享过这几次的那个循环 这又是其中一次 当时波斯帝国会每年 从犹大收取大笔的税收 大约是有银子11吨 还有大量的食物 就是粮食啊 还有一些污漠器啊 还有贵种金属 然后犹太人也要去波斯服兵地 就有大量的壮丁也会被带死 要出去打仗 很多的喪事在犹太的民族里边来办 但在这儿看呢 由这个尼西米给民众的提醒 可以看出尼西米是一个什么 非常诚实的一个人 因为尼西米他是一个波斯省 波斯国的一个官员 你看他说这两句话 他一个官员 他现在站在波斯的窝土上 建立了一个城 还有墙 然后在这个城墙里边 搞了一个聚会 说了这两句话 你觉得这两句话合适吗 他说 这地许多出产归了猎王 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 在挟制我们的 他们任意挟制我们身体和身处 我们遭遭大量 你觉得 这个当时 如果他政敌把这些话 传到了波斯国王的耳朵里面 他有没有问题 他是一个诚实的人 他勇敢地说出来了 犹太人的本相 他不是在说某些好听的话 他勇敢地说出犹太人的本相 所以说这个诚实 会不会给尼西米带来麻烦呢 这个诚实会不会给他带来麻烦 圣经也没有记录 后来永远带来麻烦 但是我想说 你说又不说都会有麻烦 早晚都会有麻烦 你敬畏神会有麻烦 你敬畏神也会有麻烦 你敬畏神呢 你会被政敌攻击 这个麻烦可能是暂时的 因为神看你诚实 就向你交托他的事情 你敬畏神呢 你会被外族挟制 那到时候呢 会跟全族一同要 都会有麻烦 那我们要做出一个选择 我们要找哪一个麻烦 要做出一个选择 最后一节 38节 因这一切的事 我们立以确实的约写在册上 我们的首领 立委人 和祭司都签了你 你心里说 因这以上所说的这些事情 我们光有电和城的恢复是不够的 以色列人还要恢复自己 为神做见证的这样一个地位 所以他们主动了与神力 表明像神的一个心意 这是一群从失败之中走出来的人 只有经历的失败与软弱 才能够领会顺服神全民有何等的能力 对人的属灵也是有很大的影响 可以这样讲 犹太这个族群 他们其实也从未遗忘神的教训 约定 只是每次需要在苦难之中才能想起 我们基督徒 得福音的祝福之后 有时候就会忘记 只有在苦难里面才会有重新想起 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进化 我们人对神的未曾遗忘 不是说我们人的记性有多少 或者是有其他的方法 让我们可以记得住 是源自于神对我们的未曾遗忘 是源自于神对我们的不曾忘记 因为祂在时时刻刻管教信心我 陪伴我们 所以不是它有一个声音是祂在跟我们说吗 你不要忘记不要带你到夺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 所以当这个管教 当这些我们觉得 不太容易度过去苦难来的时候 就会想起它这些声音了 所以我们说 神说爱一个人 会跟这个人非常有很好的关系 那爱一个人 爱的反义词是什么呢 并不是善良 是冷漠的 是跟这个人没有任何关系 不爱这个人 恨一个人 恨一个人 表示还跟这个人很有关系 对 你这样理解很好 我们的父神是我们生命的本源 是先祂伸出了一个手 我们才向祂神受 是祂先爱了我们 拉着我们 我们才能够蹒跚前行 否则只会跌倒 或走到别的地方去 其实有时候 圣经里边说 我们现在是对着静子看 很不清 到处到神的国里边说 一切都明白了 其实我们是静中的人 神才是静外人 祂是那个本体 当神伸手的时候 我们的道友才会伸出 我们以为是我们的伸出 其实神是祂先向我们伸出 如果祂把我们忘记了 我们就忘记祂了 神从来没有忘记我们 所以每时每刻在那边提醒我 你是我的儿子 你们是我的儿女 我要把你们带到我们生里面去 这就是苦难处 我们才能听到这个声音 尼西米与众首领 祭司的签约 在这个世代连出 犹太人想起神的约与爱 但基于我们人的本相 这并不持久 当平安来临的时候 随时我们的欲望也会涌起 人的罪开始发动 就又进入到悲逆当中 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人这个本相 如果我们忘记这个本相 可能下一次的教训很大 那在下面的经文当中 在第九章以后的经文当中 你会发现 再一次 这些被尼西米带出来的犹太人 又失落了 又失败了 但是上帝还是陪伴他们犹太人 直到基督预言实现 那我们今天经文就暂时到这 这一大段的犹太历史 刚才我们读过的 这一大段的历史 对每个多年的基督徒来讲 是很熟悉的 对不对 老基督徒来讲很熟悉 为什么呢 并不是因为我们看了多少次 这个经文 是因为我们 经历了很多次 这样的苦难 就像这个圣经里边 每次经历苦难的时候 都会去读 去听这些事情 反反复复 不过几十次了吧 我想翻译字 也就几十次了 也意味着我们失败转弱 这是我们要承认的 也意味着神让我们回转过几十次 神拉着我们的手 走了几十次 熟悉神的话 不单是要靠 把这些经文背下来 多看多听 是靠多多的经历神 多多经历神一定是在我们的苦难的时候 一定是在我们的苦难的时候 当我们反思自己 每个人的成长历史 想想有哪些失败两弱 有哪些求告 也应当自己知道自己的本相是什么 诚实地面对自己 无论境况多么糟糕 上帝都与我们同在 实事看场 我们记得历史上有四百年的静默期 我们每一个人都也有静默期 比比这四百年 只是一瞬间 只是一瞬间 因为神早已经与我们立了永约 祂必爱我们到永远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祢 祢不离不起 永远的爱我们到底 我们也知道 你这个时候就与我们同在 你在明天 在未来的每一个时刻都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出生 我们的过去的历史 你也与我们同在 我们自己的状况 都比我们自己还要清楚 所以主 我们前面往的路 发生的一切的事 都是好的 无论我们经历过什么苦难 经历过什么喜乐和平安 主啊求祢 我求祢 我求祢 常常提醒我们 不要忘记你的律法 不要忘记你的话语 因为这是我们生命的粮食 也在圣经里告诉我们 我们必因此活着 愿祝祢赐福我们 找个奉取基地耶稣 Jasper 爷 他也逐渐 我们自此 做一件事 得来